今年的恆春樹枯棚搶估活動 由於恆春鎮長補選 定在中元節前的8月22號 將趕不上恆春樹枯棚舉辦日 為此代理鎮長許崇慶表示 一年度預算已編列 補選後新鎮長也來不及籌辦 經過內部會議及縣長判斷指示後 決定持續辦理 我們以後 我們恆春經常出過多重 我們今年因為某種雙季的關係 所以時間有來拖延到 所以發包的時間有較低 準備的時間有較倉促 當然我們也是要照顧勒來進行 代理鎮長強調目前工作 已盤整現有資源及防疫需求 另外針對安全性部分 也特別加強作業 人數管控也將縮減規模 到20對參賽 防護網的部分 還有那個拉繩的部分 全部都是換新 柱子由結構師來鑑定 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肚子 我們的底安全性的問題 我們都把這些鎮 都已經換新 再加好 所以安全性的問題 我們就把它改判 今天的宣傳記者會上 也有許多在地業者前來推廣自家農特產品 希望邀請大眾來參與搶勾盛會 也別忘了把在地伴手禮給帶回家 這次的活動 我們就是在屏東有很多特色的農特產品 那我們今天就是以可可這樣的農特產品 作為一個新興的作物 那今天來這邊做推廣 那這個的話我們目前的話 有做了一些巧克力的伴手禮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邊搶勾這個活動 這上面來做推廣這樣子 我們全部使用恆春在地的洋蔥 新鮮手作而成 因為我們每一顆洋蔥只能做兩顆酥 所以我們有大量使用到當地的洋蔥 幫助農民推廣了很多的洋蔥的新的做法 所以我們希望觀光客到恆春來 可以看到我們特有的文化樹枯盆 又可以嘗到我們非常道地的特色的產品 演示往年精彩的系列內容 包含活動期間在地農漁特產市集 8月31號起連續三天的普渡法會 9月1號的采接 以及9月2號的樹枯盆競賽 以及邀請金曲歌后詹雅文百萬王子 許富凱的超強卡斯晚會表演 相信可千萬不要錯過 屏東新聞 不亦聽張正豪採訪報導